以色列推出一体化防空系统,以色列军队自己不用却拿下大量海外订单,连阿拉伯国家也要购买。不问不知道,以色列居然已经卖出了这么多防空武器。 据以色列时报等多家媒体综合报道,以色列拉费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1月10日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内容显示,该公司SPIDER防空系统的一体化版本成功完成了击落无人机的测试,而这项测试的时间实际上是在去年12月。 这意味着一体化版本的SPIDER防空系统离问世又近了一步。 考虑到SPIDER的其他信号已经在海外得到了不少订单,外界猜测,这款一体化版本的SPIDER的销路也大有可期。 今天火力军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以色列的这款防空武器,看看它的性能究竟如何。 SPIDER的名称来源于地对空怪蛇和德比导弹的英文缩写,它的代号叫蜘蛛,也因此也可以叫它蜘蛛防空导弹系统。 蜘蛛防空系统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研发,2004年以后便陆续在各大武器展览上亮相。 它的作用和以色列另一款明星武器铁穹防空系统相似,主要用于拦截低空,中进程距离, 来袭的飞机,无人机,巡航导弹,火箭弹,大口径炮弹等各类飞行器。 一组完整的蜘蛛防空系统需要由一套指挥控制单元,六个导弹发射平台和一台补给车组成。 作战时则通常以防空链为基础单位,同时运作,保证拥有充足的防空火力。 而此次一体化版本的蜘蛛防空系统推出后,每一台卡车都将同时配备雷达,指挥控制设备和拦截弹, 大大提高了整合能力,让防空系统所属的作战单位可以在原本相同的单位里部署更多的拦截弹, 防空效率大大提高,也更有利于机动部署。 而这种将雷达,指挥控制单元和拦截弹整合到同一台卡车上的一体化技术, 未来还有可能应用到蜘蛛防空系统的其他型号上。 事实上,经过拉斐尔公司十多年的升级,蜘蛛防空系统已经发展出了四种不同型号, 按照它们不同的作战范围,火力军将它们主要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SR型和ER型负责进程防空, 另一种是MR型和LR型负责中程防空。 这其中,前者的导弹发射器是倾斜布置,可以进行360度旋转发射。 使用的雷达是ELM2106ATAR电子扫描雷达,可以利用自身发射的L波段电子信号, 同时跟踪识别多个空中目标,比如70公里至110公里范围内的战机, 40公里内悬停的直升机和无人机都可以被它看得一清二楚。 而后者,蜘蛛MR和LR型的导弹发射器,采用垂直发射的布局, 发射器不能旋转,其雷达配备的是与铁穹系统同款的ELM2084MMR电子扫描雷达。 它主要在S波段运行,可以检测最远250公里范围内的目标, 并同时识别跟踪该范围内的1200多个目标。 不同款式的蜘蛛防空系统不仅雷达型号不同, 其使用的拦截弹也分成了怪蛇5和德比导弹两种。 这其中,怪蛇5是以色列自研的短距空空导弹, 全重105公斤,最大速度可达4马赫, 采用红外搜寻的方式寻找目标, 具有全方位攻击和发射后锁定的能力。 如果使用蜘蛛SR或蜘蛛ER的平台发射, 怪蛇5可以拦截最高9公里, 最远15公里范围内的飞行器。 而如果使用蜘蛛MR和LR作为发射平台, 并为其加装助推器, 怪蛇5的最大拦截范围则可以提高至最高16公里, 最远35公里。 德比导弹则是以色列自研的中程空空导弹, 具备射后不管的能力, 全重约118公斤,最大速度4马赫。 接近目标时,通过主动雷达设备搜寻目标, 能够拦截最高16公里, 最远50公里范围内的飞行器, 适合精准地拦截中远程目标。 拉斐尔公司还在2023年, 为德比拦截弹进行了升级改造, 使之射程提高到了80公里, 具备了拦截战术弹道导弹的能力。 蜘蛛防空系统不仅拦截能力优秀, 而且适配性也很强, 可以兼容包括奔驰Actor, Manti-G,Titula815等, 多种不同的军用民用卡车作为底盘, 维护和保养工作非常便利。 总之,蜘蛛防空系统是一款优秀的中低空中进程防空武器, 很适合野战防空的需要, 也适合机动部署防卫重要区域。 但需要注意的是, 蜘蛛防空系统并没有被以色列军队所装备, 而是专用于海外出口。 目前,蜘蛛防空系统的海外用户不仅有捷克、 印度、新加坡这些以色列军火的老客户, 还包括了越南、菲律宾、 爱塞俄比亚等一批第三世界国家, 就连与以色列一向关系微妙的阿拉伯国家, 也在采购蜘蛛防空系统。 比如,阿联酋和摩洛哥就曾分别在2022年和2023年, 采购了蜘蛛防空系统。 此外,哥鲁基亚和罗马尼亚也是蜘蛛的潜在用户。 如此众多的海外用户愿意掏钱购买, 足以从侧面说明蜘蛛防空系统的性能深受信赖。 当然,蜘蛛并不是以色列唯一在海外打开市场的防空武器。 随着以色列在防空武器方面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实力持续增长, 以色列防空武器在海外得到的订单也越来越多。 大卫、投尸所、剑三、铁穹都是其中的明星武器, 涵盖了短程、中程和远程防空的各方面市场, 屡次在海外斩获大单。 这些防空武器中, 大卫、投尸所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替代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而生。 从2006年开始研发到2017年服役, 以色列拉菲尔公司和美国雷神公司花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才让这款武器横空出世。 大卫、投尸所采用了和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相似的布局, 它主要以防空营或防空连为主要作战单位。 它使用与蜘蛛MR同款的ELM2084雷达, 其拦截弹可以在发射后最高速度可达7.5马赫, 最大射程可达250公里, 能使用动能撞击的方式直接摧毁来袭的弹道导弹, 还能通过数据链路与爱国者防空导弹共享信息, 是以色列目前的中程防空主力。 理论上来说, 以色列只需部署两组大卫投尸所就能覆盖全境。 这款防空武器问世后, 多次参与了拦截叙利亚和哈马斯导弹防防空任务。 瑞士、芬兰、罗马尼亚和波兰都对它流露出了采购意象。 这其中, 芬兰已经在2023年4月与以色列签署了采购大卫投尸所的协议, 再来看看作为超远程防空武器的舰三。 舰三防空导弹的买家数量并不多, 但它却创造了以色列历史上最大的武器出口记录, 它的买家德国为此花费了35亿美元。 德国之所以这么做,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信舰三的反导能力, 认为它可以成为欧洲天顿计划的一部分, 有效拦截俄罗斯发射的弹道导弹。 毕竟, 舰三是由美国导弹防御局与以色列国防部牵头合作, 波音公司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联合推出的产品, 花费了数十亿美元的研发成本。 耶路撒冷邮报声称, 舰三防空导弹的身高可以超过100公里, 最大射程接近2400公里, 还具备高超音速飞行能力, 是一款有力的反卫星反弹道导弹武器。 2023年秋季, 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加入哈尔冲突后, 多次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 舰三在此期间成功于11月9日在红海上空拦截了一枚 飞往以色列南部城市艾拉特的弹道导弹, 证明了它的实战价值。 当然, 不论是大卫投尸所还是舰三都不如铁穹的风头更大。 作为一款全天候应对中提空中进程袭击的防空武器, 铁穹虽然也有防护面积不足, 无法拦截长程巡航导弹、弹道导弹等大中型飞行器的问题, 但它却以高效的拦截概率能有效拦截无人机、炮弹和火箭弹, 很适合应对低烈度的空中袭扰。 毕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要面临弹道导弹, 战斗机这些大型飞行器的威胁, 如果有效拦截来自无人机、炮弹等小型目标的侵扰, 同样也是不少国家期望解决的问题。 铁穹防空导弹系统可以将雷达、拦截弹和控制设备 安装在各种民用卡车和固定平台上, 然后采用分散式部署, 以每台发射器携带20发拦截弹的模式, 安置在城市各地, 能够发挥四处撒网机动灵活的优点, 减少防空死角。 铁穹的拦截弹最大射程可达70公里左右, 最大射高达到了10公里, 用来对付炮弹、火箭弹和无人机绰绰有余。 从2011年服役之间, 铁穹系统参与了几乎以色列与周边势力的所有武装冲突, 有效拦截了来自叙利亚、黎巴嫩、加沙等多个方向的空中袭击。 拦截成功率一度达到了90%, 其成绩有目共睹。 2016年以来, 已经有包括阿塞拜疆、印度、罗马尼亚在内的多个国家签署了采购铁穹的合同, 塞浦路斯、新加坡和韩国也透露出了采购铁穹的想法。 此外, 以色列还向海外出口了巴拉克1和巴拉克8防空导弹, 这两种导弹通常由水面舰艇搭载, 印度是这两款防空导弹最大的买家。 总而言之, 经过多年发展, 以色列已经不再完全依赖美制防空武器守卫天空, 以色列本土的军工企业已经在防空武器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而以色列在应对周边势力的空袭时, 又不断地让这些防空武器投入实战, 检验了这些武器的可靠性。 这也难怪以色列的防空武器会在近年来的军售市场上脱颖而出, 收获海外的大量订单。 那么问题来了, 此次以色列研发出一体化的蜘蛛防空系统, 会让其他国家对这款防空系统更感兴趣, 带来更多的订单吗? 如果你有更多想法和意见, 请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